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应该是大概比这个车少了一个半扇门 就是这个左半扇门的长度 前旋会短些 他这个前门一开真的是硕大 他的一楼还有三个座 我不知道这种座现任中会不会卖票给乘客座呀 如果真可以的话这视角真的可以 然后他这个座位的板型和二楼这帮座位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但这离司机也太近 这边还有一个小门 对这还有个单独的驾驶室门 绝了 一般前旋的版本就是 相当于没有这一块的区域 就没有这个驾驶门 驾驶室门宽度的区域 就是进门之后 大概直接就是台阶了 我看看二楼 二楼布置就很 这不算二楼 1.5楼 这个布置就很常规了 最前边的话有一级台阶 就更高一点 给楼下能留出来多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不过这车一楼的视野 电牌 然后 WiFi 这可能是咖啡机一类的东西 然后 吸吸屏 后门也开了吧 这边WC 这是开的吗 默认开的 开一个前灯 这是远光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 它 它做成了按钮 感觉不太方便的样子 然后这是 客室客舱的照明 然后这两个 我不知道哪个都是热度灯 还是什么东西 那就都开了吧 都开了总不是错的 这边可以调一个空调的温度 在这 然后目前的温度是20 奥特 通过旋钮调温度的 游戏里边用鼠标操作旋钮 真的巨麻烦 现实中这么旋 其实还可以 我想调个22度 有点看不起 好 应该是OK了 这样下车解票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坐这三位置 我估计够呛 哎呀 连个大雨的 他这个涂装是一个 阿尔兰的公司 这行李驾 行李舱双层的 这个设计有意思 这车也真高 这是个阿尔兰的巴士公司 好像主要跑那种成绩的限度什么的 然后他的母公司 是新加坡的康普德高 呃 下一期看看去试一下那个标准先选的车吧 毕竟三个车出了 那就弄完好了 还有吗 还有吗 确认乘客的脑袋都消失了 这样出发 13个人 没有被检票 挑一下时间 只能挑一分钟 但问题不大 过来一下先例舱门 哎呦我天呐 这个前门看着是真可怕 这还是二楼 这是一层半的那个放脚的位置的 这座书语室 这地儿它没有那个挡板什么的 这样的吗 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二层的座椅 我也没机会会挡一下 身手好像是没啥必要 就可能容易掉东西 行 入座 入座让我坐 欣赏一下这个大门 卧槽这太帅 这门是真大 后门都反倒很小一块 看来是没有人坐这个 这位置 不是你们 这上好的位置不坐 他们这个做法真的是很离奇了 左边坐了一溜 你别这样好吧 这可以算右边坐的一溜 另外一边一个人没有 当双程车的 我还可以从后边楼梯下去 行 我天啊 有点卡的我试掉 乱七八糟了 走 这样方向盘确认 偷瞄重置 地挡 OK6 这一条 这挡风波你看隔壁那BDL 虽然说是个纯单层车 它那个前倒是真的巨大 这车这个视野 只能用惨绝人魂来形容 打方向的时候可以稍微玩点大 毕竟这个车前旋确实是长 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还好 没有很离谱 离谱的是这个右后日镜 一点车身看不见 然后 这角度 属实问题挺大的 这游戏好像没法调后日镜的角度 我也不想开那个HUD的后日镜 那就忍了 相信我的车技 我忘了那个双层的声音做的咋样 这车的声音做的也 绿灯 冲 孩子失去梦想 我记得那双层的声音做的也就一般 它翻动这些声音做的特别小 就感觉这车的声音平衡比例做的也不太行 它转向灯就很丑 我不知道这个在设置里边调声音的比例能不能调出来 我感觉有可能 但是我又不想动 我之前试着调过 但是我觉得不理一笑 这哪怕是我觉得声音比例做的比这个车好的车也是 后来我都干脆不调了 白了 因为这游戏的声音做的属实是可以用比较拉胯 呃或者用非常拉胯来行为也可以 吸取 这三款泛呼尔给我的感觉都是翻动机声音做的太小了 车车内的 我不知道开窗户能不能好点 还是窗户能开吗 手推的还是那个垫的呀 垫的 算了 一会儿再说吧 赶路邀机 你这差点又多等一个灯 哎呀 好好好 这车还蛮长的 这这个优惠镜真的很难受 而且一般车优惠镜都是支架镜 他这个竟然是在前门上的 需要点适应的时间 这样确实他可能灵活性会稍微好一些 毕竟支架镜也要算长度的嘛 呃 但我还是觉得支架镜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对这个翻火尔没有标没有授权 尤其里边车企的名字写的是汉富 直接给掉了掉了个个儿 H和V换了一下 小问题 他这个车内是没有雨水的声音吗 才发现 好像是有的 但声音特别小 我的声音比例调的有问题吗 还是我声音比例调的不对啊 我就没调声音比例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调调调出来的 调的能调好一些 只能说能改善一点吧 毕竟他这个 我感觉这游戏就没有台造没有风造 还是能隐约听到一点雨声的 但是就是很小 我觉得现实中应该要比这个大 就反过来说转向灯的声音是太大了一点 而且很刺 侦测真的是调的这么一个声音吗 有点对 这是打破了 这怎么说呢 和我对范霍尔这个品牌的印象不太相互 就光说胎造这一点 80分里21 80分里18做的都比他好 就是我感觉在这个车 你看我现在100的速度 我真的一点风造听不到 然后 听不到胎造声 听不到车轴齿轮的噪音 这三个应该是 就是在车高速行驶下 构成比较主要的声音吧 特别是前两个 齿轮声 感觉分车 有的车确实 速度快的会听不太轻 就会被风造和 胎造压过去 那分车 发动机声从我这听可能会比较小 但是后排还是很明显 这个 总之我可能每次玩这游戏都会吐槽一下这一类的问题 因为它确实会让我觉得这车开的有点不真实 有一种 车在窟中飘的感觉 是不是过了个车 飞那么快 那想下一期还要不要开那个 我想开个雪田 应该有一段时间没玩雪田的场景 就是下雪的场景 我上一期开头还特意说不要下雨 这一期就变挂了 我就要下雨 上一期可能是第一次玩吧 这头一次 一般我第一次玩一个社会的地图都是选那种特别晴朗的好天气的 其他因素的干扰比较小 地图就是可以更好的欣赏风景 车的话 就是干扰比较小 没有雨水的噪音什么的 其实这种雨天的话 它胎噪应该是更大的 因为地面比较湿滑嘛 有水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割裂的 这个小货车在高速上怠速 让一让后边的车 按特别谱的话这一段应该很快 我估计游戏就限时时间20分钟应该就可以开到了 这个奇怪的声音又出现了 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之前我试过这车我也听到过 这个声音和我车辆生死速度是相关的 比如说我 对吧 我感觉好像是把那种火车的声音 已经坐窜到的车里了 听得挺像的 就有点像压那个轨道缝隙 轨道铁轨接缝的那种声音 挺迷惑的 但它这个声音确实跟我车有关 就整个我 给我整不会了 这应该有边有火车或者是什么东西导致的吧 我不确定声音是不是来自火车 但我听得笑 这个这个车销量数实是不打地 我看网上涂装也没几个 我记得当时这车出了一周还是短时间 我看这车的评价是一两条 两三条 比较惨淡 目前TML可能中心在DBUS 相对来说DBUS体验确实会比场合好那么一点 在BUS那个斯坦尼亚加了声音补丁之后还是玩的下去的 不过BUSHM2要出300度的DLC的 我很期待那个 这这后日镜 我能忍没事 我有着丰富的直觉 所以说这游戏其实 你看那声音细节其实没少做 但是都没做到点上 做了一堆没有什么用的细节 哎呀前车的雨水渐进了我的车厢 给我洗澡呢 老问题了 挡风波里吗挡风不挡雨和里 开火车那是吧 这事儿 我们不知道怎么怎么穿到这儿来的 不要跟我并排呀 这种游戏有个好处就是稳定 他不像OMG2的这崩一次那崩一次 哦他其实也不咋稳定的高卡 还是没法比 他这个游戏的外设设置 不一定多长时间就崩一次得重新调 我不知道是我外设的原因还是咋的 这次就是我重新调过的 之前都闷门其妙的识别混乱 这游戏崩溃的其实也不少 就不打帽的的话也会崩 但其实我 我没怎么遇到过 其实我遇到的崩溃很少 相对于OMG2那种崩溃的频率来说是可以接受 应该是快到了 安特卫普G UID 是南边的意思吗 高速公众吉他车吓唬谁呢 我看他那个读音可能会比较像 安特卫普南 这边是比利时哈 比利时说什么语 比利时语有吗 发育 还真不知道 但反正那边大致都是一个语系的呢 哎呦我可能猜出来一点 开过山车二呢 没事就算开过山车 所以这帮乘客也稳得一批 不用担心 快到了 好像就像有Auto Hold 好像 额 仪表上没有任何的显示 但是这车也不动 我感觉我这还在扑 我二长之后他应该会往后溜 就当是有Auto Hold 那车提速也相当轻快了 飞机一般的提速 黄灯就是用来冲的 一只救护车 Ambulance 先是用雨 我过去后后左右上 对 还有红砖枪 还有年代感 停车楼啊 报道司机三十切玩 没事这游戏允许得更快的速度切玩 你就这么开的帮乘客也没啥反应 你只能这么说 啊 闪下眼的大灯啊 哎 AI的默契 那起步同时点油门同时翘头 那翘头动画做的还挺声音 主要太多了 我觉得他那个翘头二能翘就是把 把目前的这种 嗯 就改到一半的比例可能会好一些吧 会显得自然一点 到了 这不是绿巴 你要看好咯 欣赏一下我们的大前门 这前门真的牛逼 太宽敞了 到了 啊对得给你们开 行李商店 我先忘掉了 那后边这个还能开吗 应该是不行的 对 哇车尾看还是不错的 那前门其实看着不太协调 太大了 我可以坐下看一下 他这个车外雨霜也太吵了 早了十多分钟 应该没有什么扣分项吧 还行 爆战没爆 那毕竟我这 我这爆战串台了 行 那看看下一期要不要再接着开那什么 开那个 另外一款没有开过的标准版的 奥塔努 是的奥塔努吧 忘了叫啥 开个短的试试 下期 好歹新出的车 挨个玩一下 毕竟他这个三个车型 做了三个DLC 行那么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